探歌 杂谈是 今天这首歌现在这首歌我要练习的是总部的四个步骤 下一首歌我要练习的是Pever的直感 下一首歌我要练习的是Ocho的角度 下一首歌我要找我的同学一起练习这一周学到的一步 下一首歌我们两个要很注意 拥抱时候的那个沟通的练习 下一首歌我要跟我的同学一起练习 学过的都把它串在一起而且不停下来 中如此类的每一首歌设一个舞梯 你才知道你在练什么 我是稀里乌乌的一直跳下去一直跳下去 然后其实什么都没练到 其实你的专注跟感知还是很重要 就是你头脑里面在想什么还是很重要 但是要用对地方 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你有觉察 你有觉知 你有喜白 就像我之前说 你有喜白 你知道你现在自己在做什么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最怕就是你到了上课的地方 你到了Partica的地方 你到了Mironka的地方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出现了 然后手脚动不动 然后回家 我跳了泰哥耶 这样 不是 不是 不是真的 不是 所以家瑜 你说你有心情有去舞会 对不对 你有去感受一下有谁是死鱼吗 哈哈 我紧张都紧张死了 我都没办法感觉 哈哈哈哈 好 探哥是你一直在释放讯息出去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紧张 对方也会感觉到你很紧张 那其实这样子在跳探哥的时候 是很难进行的 记得我们的身体是有本能有反应 对不对 有本能有很完美 所以我们是跟 是去呼应那个邀请 那有时候对方的邀请不是那么清楚 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那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要为他紧张 那是他自己要紧张的事情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 我知道这个音乐的感受 我也大概猜得出来 那些充满杂讯的邀请下 实际上他是希望我们做什么 我今天上得好开心 哈哈 我想上这个主题已经想很久了 但是真的会讲的老师真的太少 不是说老师讲得不好这件事情 而是老师有没有在谈论这件事情 就比今天人少 对啊这个主题太好了 对 因为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其实这个主题是很个人的 团体说实话真的很难教 因为你在呼吸的时候 对方看不太出来 所以我也是看大家身体稍微有在动 我才知道大家在干嘛 有没有在呼吸 那如果团体课程一多 这件事情更困难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干嘛 他就会很容易漏死掉 漏死掉他就会呈现一种迷茫的状态 然后所有人都超关注 不自觉的会有微笑 大师来的时候都这样啊 可是台湾老师自己上课的时候大家就 什么时候跳舞 老师你讲完了没有 哎呀真的是差别待遇 老师都很认真备课 每一位老师真的都很认真 那当然他的功力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多投入一点 多给老师一点回馈 那也是给自己的回馈 你花时间在这边就好好的上课 老师准备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他准备的不是很很精实 你可以跟老师反应 那个都没有问题 可是真的不要放掉自己 老师传达给你的价值观 你要先去看老师的价值观是不是好 因为我的价值观 说实话我的探戈真的很老派 所以有一些学生他不是很适应 他喜欢的是很多的舞步 他就只要舞步 那我常常讲的那些文化啊 音乐啊文学美学 他都一概不在乎 那这种学生我真的留不住 我也没有办法 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知道我在传达的东西 是很好的探戈 所以认真上课的学生 是真的会一点一滴的也会进步 这样子 好 这样 下课 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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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